我的系统极其暴躁且没耐心 我亲了男主一口 进度条没动 他就发飙 亲都没反应 这男人不行 咱不要了 反派因吃醋对我冷脸 他立马不爽 别的对象都没说什么 就他是多 换人换人 直到我被三个攻略对象堵上门 他幸灾乐祸 好爷 鱼都掉上来撸 你选一个完成任务就好了 活爹 我还有命选吗 我 恶毒女配 觉醒后绑定了一个攻略系统 系统平平无奇 就是特别的没耐心 攻略直才二十 太慢了太慢了 攻略男主半个月后 他就开始催促 攻略禁欲系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破戒 宿主你直接睡他一觉啊 我本来想无视系统的话 但任务时间有限 一年前 男主储修拒绝了我家的联姻 作为代价 除了在生意场上的让利外 他还得接受和我的同居挑战 同居一年 如果到期后 储修仍然无意 就解除婚约 唐家人要我勾引储修 但我才懒得当舔狗 所以一年之期将近 我和储修还只是互不打扰的室友 直到我接到了攻略任务 我打直求问储修 一个月后 你是不是要解除婚约 储修愣了愣 毫不犹豫回大事 以男主高冷的人设 婚约解除后 我就更没有攻略机会了 我硬着头皮 有办法不解除吗 储修不为所动没办法 我好心提醒你 这么聪明 可以想想办法 储修把我从书房赶了出去 并三天夜不归宿 系统 嘖嘖希望他别的地方跟嘴一样硬 终究被系统赶鸭子上了架 第四天晚上 我穿着性感蕾丝吊带睡裙 英勇推开了储修的房门 浴室传来微弱的水声 真进了门 我又怂了 储修不见女色 这样真的能行吗 相信男人吃素 不如相信母猪上树 系统一整个大兴奋 你快躺到他的床上 等他一出来就用美人计 浴室的水声停止了 我一慌就直挺挺地躺到了床上 你躺湿啊 系统瞬间暴躁 测躺 姿势要烧 烧一点懂吗 吊带往下烧 裙脚往上撩 大白腿露出来 我正手忙脚乱地在床上扑腾 冷不防听到一声低沉地问 你在做什么 我僵住动作 才看见储修已经站在了床边 他穿着件黑丝绸玉袍 领口遮得严丝合缝 竟遇到一丝不苟 微湿的鹅发下一双黑曲曲的眼睛望来 透露出不忍直视的意味 系统在催促别耸 勾引他 我忍住羞耻 伸出腿绷直脚背 用脚尖绕着画圈 我看中了你的床单 他看起来好丝滑 说着 我故意脚滑 脚尖正要触上储修的小腿 唐小姐 这招对我没用 储修迅速往后退了一步 满脸一言难尽 既然你喜欢 这个房间就让给你吧 他毫不留恋地转身就走 我看着自己悬空的脚丫 猛了 储修 等等 救命 下一秒 我发出惊天哭叫 我 我的腿抽筋了 五五 出师未竭 先射死 剧烈的抽痛从小腿肚传来 我瞬间疼得拳起身子 眼泪溢了出来 储修 快帮帮我 我没骗 脚踝忽然附上一片温热 带着潮湿的温润水气 储修去而复返 俯身握住了我的脚踝 腿伸直 他语气依然冷冰冰 手下动作却温柔 我下意识听话 顺着他的动作 抬起脚背 储修的指腹带着脖茧 一路从我的脚踝 按捏至小腿 犹如落下火星 疼痛缓解的舒爽 叠加苏马养溢 我没忍住轻哼了一声 储修下手僵了僵 沉声警告 你别出声 我哼记 可是你弄得我好舒服 唐线 储修像受到极大的冒犯 猛地抬眼 又在看到我的那瞬间 他突然红温着撇开了头 他咬牙切齿被子盖上 我困惑我不冷啊 储修绷着声音 加重语气 我让你 把被子盖上 我低头 才发现因为刚刚那一通施法 睡群的领口已经低到没眼看 我盖上被子 顺势碰瓷 你看了我就得对我负责 看来你已经不疼了 储修面无表情地站起身 这招对我也没用 劝你别白费心思 他丢下一句 红着耳朵仓皇离开 系统怪笑着插拨攻略值15 哦吼 口是心非的男人 美人计有用 我立马像打了鸡血 第二日一早 储修从楼梯旁经过 我看准时机 正要装作不经意地摔进他怀里 哎呀 我要摔了 说着 我脚一歪 往前撞进了一个坚挺厚实的怀抱 带着淡淡的血松香 头顶响起一道温柔的雌性嗓音 小姐 当心 我愣愣抬眸 不欺然看见一张有别于储修的俊脸 温润轮廓 如化的眉 眼角微微上翘 看人时平偏申请属性 我的贴身管家 许义 小姐 您的脚受伤了吗 请允许我帮您看看 他一边问 一边已经单膝跪地 正要捧起我的脚 我吓得立马躲开 我没事 你怎么过来了 这人看着像舔狗 实则是条白切黑恶犬 还是书里的隐藏小boss 他是唐家保姆的儿子 我在唐家又没什么地位 从小就爱 指使他这个软包子替我干脏活累活 他表面纵容 内心却极恨我 暗剧情他后来 还会把我囚禁在古堡里 狠狠报复我 我刚觉醒的时候 就找借口把他支走了 怎么他又回来了 小姐 我想您了 许义仰着脖子看我 以全然卑微的姿态 我想留下来伺候您 可以吗 我还没说话 脑海里的系统激动地冒了出来 快留下他 这么好的调教对象错过就可惜了 我无与你这个攻略系统 是不是带颜色的呀 系统沉默之际 我高傲地扬了扬下吧 我不确认伺候 你回去吧 许义眼里闪过一抹深思 他试图继续劝说 小姐 您身边没人 他身边没人 楚修默默走到我身边 满脸阴沉地打断了他的话 所以我是死了吗 楚修一出现 许义终于收敛 他站起身 没什么歉意地朝楚修弯了弯腰 小姐刚刚摔倒的时候 您突然消失了 真的像急了人间蒸发呢 不愧是我的人 还知道护主 我看着楚修黑成煤炭的脸 没忍住扑斥笑出了声 楚修的脸就更黑了 好了 你先回去吧 有事我会喊你的 许义失落地垂下肩膀 转瞬又笑弯着眉眼 好的 小姐 随时为您效劳 咪咪眼果然出变态的概率很高 我看着许义离开的背影 正在心里吐槽 冷不防眼前飞来一团阴影 我下意识接住 是一瓶钙片 在抬眼 楚修已经一言不发地往书房走了 他这是看我昨天抽筋了 特意给我准备的吗 我喜滋滋地向系统炫耀 攻略进度很快了吗 他都会关心我了 真是个傻白天 一瓶钙片就满足了 系统毫不留情地泼冷水 你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个宿主了 半个月时间 之前的宿主都在造完了 嗯 前辈们好卷 为了避免书中惨死的结局 我也只能卷起来了 我到厨房拿洋葱熏眼睛 直熏到泪流满面 而后 我慌张推开楚修的房门 楚修 快帮帮我 苦肉计简直百事百灵 我推门进来的时候 楚修本来冷声说 我不是医生 下一瞬 他看到我绝地的泪眼 表情凝固住了 他一定是心疼了 我心里窃喜 面上继续装作无措地扑了过去 楚修 我眼睛是不是要瞎了 呜呜 我闭着眼 仰头把脸凑过去 你快帮我看看 等了好半天 都没动静 我狐疑 缓缓睁开一条缝 眼前是楚修被放大后仍然没有瑕疵的脸 他的五官冷峻绝伦 天然带着古金贵气 妥妥的高领之花 此时 这朵高领之花发出了一声冷笑 你知道洋葱味有多浓吗 他的指尖轻轻拂过我的眼底 碾下一颗泪珠 而后 他弯起唇角 改用温柔的吊吊 熏入味了吧 要我替你尝尝吗 我傻了几秒钟 一股又羞又恼的气随之冲上脑门 来不及思考 我一嘴巴对了上去 洋葱味 洋葱味 让你嘴里全是洋葱味 世界被洋葱熏沉没了 楚修瞪大瞳孔 耳朵泛红 整个人呆成了木头 我往后拉开距离 得意地舔了舔唇 下意识发表了评价 洋葱比你辣多了 楚修豁然起身 一脸三观崩塌 唐县 他捏紧拳头 咬牙切齿了半天 结果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歪头 就笑眯眯地看着他 宿主 攻略值没变 系统突然插话 义愤填膺道 你亲他了 你亲他了 他竟然一点表示都没有 亲都没反应 这男人不行 咱不要了 我困惑地在脑袋里发了个问号啊 换对象吧宿主 我惊讶至极 攻略对象还能换 对 只要你想换对象的念头 强烈到一定程度 我就能将附近与你匹配度最高的人 设定为新的攻略对象 系统刚说完 门口传来一道吊铛的声音 楚修 你在吗 系统机动宿主 即将绑定新的攻略对象 我脸色大变等等 他不行 书房门被从外打开 一身黑涕黑裤 眉眼桀骜不羁的男人走了进来 系统提示 已绑定新的攻略对象顾允成 完了 这人是我死对头 兼前男友 顾允成推门进屋 第一眼先看到我满脸的泪 他挑眉哦 这是在闹哪出呢 语气太欠 甚至还带着点莫名其妙的补悦 我翻了个白眼 懒得理他 擦了擦眼泪 自顾就往门外走 擦肩而过的瞬间 顾允成拽住了我的手臂 他皱眉瞥了眼楚修 低声问了句 被欺负了 我惊悚地看他 像在看鬼片 顾允成立马松手 变得阴阳怪气 我们大小节难得掉金豆子 那我不得知道事情原委 好嘲笑一番吗 果然是反讽吧 洋葱味那么浓 楚修都闻得出来 他一个考过品酒师的人 会闻不出来 我烦躁地推开顾允成 一言不发走出书房 系统 你怎么能随便换绑我的攻略对象 系统理直气壮 是你刚刚要换对象的欲望太过强烈 才会被判定成自动变更了 游戏出现新玩法 第一反应肯定是好奇想体验啊 我气呼呼地命令 那我现在的欲望只会更强烈 你快给我换回来 不行哦 每次更换攻略最少需要间隔三天 系统难得耐心 这叫新手保护期 攻略顾允成 那我还不如去死 我正决心忍过这三天 系统忽然困惑 宿主你为什么这么排斥顾允成 你和他的匹配度在90分以上哎 我正主 系统继续抛下一枚炸弹 而且 你在他那里 初始攻略值就有80 怎么可能 我和顾允成 从小就不对付 最开始是六岁那年 他跟着父母来我家拜访 我们同时看中了院子里心搭的鞦韆 为谁先做争得面红耳赤 嘲嚷生惊动大人 我的父亲二话不说 命令我让出那架鞦韆 后来他就好像得了去 每每都要争抢我看上的东西 我抢赢过很多次 但我总是输的那一个 因为我的继母总会教训我 顾允成是顾家长子 我们家的生意还要仰仗顾家 你必须讨好他 让着他 知道吗 我从小就模糊知道 父亲和继母不爱我 顾允成的出现 让这种不爱成了句像话 所以我讨厌他 讨厌死了 等我20岁 继母就迫不及待 要我想办法嫁进顾家 我用大冒险做赌约 又使顾允成和我交往 又出于报复心 在察觉他有所行动的时候 一脚将他踹开 顾允成 游戏而已 你不会真的喜欢上我了吧 我嘲讽地留下一句 这次是我赢了 自那以后 顾允成便对我恨之入骨 我一直怀疑 被唐家送到楚修面前 其中有他的手笔 毕竟 楚修是顾允成最好的朋友 他不会娶我 而如果我再没能吊上金龟絮 按照书中剧情 唐家就该将我送给某个土豪老板 卖个好价钱了 现在系统却说 顾允成的初始攻略值 就有八十 我想到书中的顾允成 他好像就是在我死后 才突然黑化成反派 变得和楚修不死不休 我慢慢勾起了唇角 好吧 和他玩娃 眼珠一转 系上心头 我握到书房门口的墙边 开始守株待兔 往常顾允成在楚家最少待半天 没想到这次我只等了十分钟 在顾允成走出来的瞬间 我一把将他拽了过来 你 顾允成 在他开口之前 我一把揪住你的衣袖 仰头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你能不能帮帮我 从小到大 这是我第一次向顾允成示弱 他瞳孔皱缩 喉结滚了一滚 声音沉下来 你怎么了 我攀着顾允成的尖 嘴巴刚凑近他的耳朵 立马感觉到他浑身变得僵硬 我压下心里暗爽 低声回道 楚修一个月后 如果和我解除婚约 我爸妈就要把我卖给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了 我不想被卖给老头 所以 你能不能 我侧头盯住顾允成的眼睛在他紧张到屏息的时刻 继续开口 你能不能让楚修娶我 顾允成表情治了几秒 下一瞬 他的脸红白交加 像是不敢置信地又问了一遍 你说什么 你是楚修的好朋友 应该有办法 顾允成的脸彻底仗得通红 他用力将我推开 咬着牙关 唐县 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无辜眨眼楚修的好朋友啊 顾允成后曹牙快咬碎了 你做梦 他气冲冲丢下一句 炮弹式地离开了楚家 我在原地欣赏玩死对头的狼狈 转身准备上楼 落过房门大厂的书房时 我朝里看了眼 不欺然看见楚修从门后面走了出来 哦吼 他刚刚在听墙角 看到我 楚修将在了原地 飞色迅速从他的耳根爬至耳间 他张了张嘴 别以为我真的想嫁给你 我就是气顾允成的 哼 我先傲娇地开了口 说完扭头就走 刚进房门 脑海里就响起系统的鼓掌声 宿主 干得好 你终于领悟了攻略的精髓 看来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 我摸不着头脑啊 什么精髓 欲擒故纵 若急若离 吃着碗里的 想着锅里的 我无语后 又坚定反驳 顾允成不配上桌 死对头就是死对头 任务也撼动不了我们顾若金汤的死敌关系 系统不置可否 到了晚上 我刚洗完澡 宿主 要不要给你的死对头找点不痛快 他突然冒泡 有理有据地怂恿 今天早上 他肯定气坏了 你大晚上再给他发些暧昧短信 保准能把他气死 有道理 但就算是假暧昧 我也不想让顾允成占便宜 于是我从网上精心挑选了一张和我有几分相似的锁骨特写 还机智地网上面辟了滴水珠 把顾允成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发出照片 一气呵成 嫌不够恶心人我还附带了一行网络上看到的撩人文案 我能否变成淤泥 再一次沾染你 信息显示发送成功 那家伙竟然没把我拉进黑名单 我没多想 等了几分钟不见对面动静 忍不住怀疑 这真的有用吗 一向没耐心的系统破天荒安抚我 就是语气不怎么正经 别急 人家可能正忙着呢 嘿嘿 我索性睡觉去 不想一觉睡醒 晴天霹雳 系统哈哈大笑 宿主 顾允成的攻略值99了 啊 我下意识打开手机 一眼看到99的消息提示 全是昨晚顾允成一个人在发颠 唐县 你什么意思 你在勾引我吗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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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锁骨都比你的好看 你怎么不说话了 好吧 我承认你引起了我的注意 只要你跟我道歉 你对我说过的伤人的话都可以不作数 行 我原谅你了 不就是想跟我求复合吗 你直说就是了 凌晨五点 顾允成发来最后一条信息 笨蛋 我知道了 不会让你嫁给老头子的 你等我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烦躁地关掉手机 打算先吃个早饭再说 一下楼 又撞见莫名不对劲的楚修 他坐在客厅沙发上 手里拿着报纸 眼睛却时不时瞟向楼梯 看到我的瞬间 他立马做贼心虚地收回视线 我顺路走到沙发旁边 俯身好心提醒了句 报纸拿反了 楚修僵硬了片刻 起身跟着我进了餐厅 我刚拿完早餐坐下 他忽然开口 唐家对你不好 虽是问句 但他的语气 显然是已经笃定了答案 我惊讶地看向他 他不自在地避开了目光 又很快转回 如果你怕唐家对你做些什么 我可以帮你 你不用做那些 他这是以为我之前勾引他 都是被唐家逼的呀 我忍住笑 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那你帮帮我 娶了我吧 楚修掖住 我跟允程是好朋友 所以呢? 楚修沉默了 他捶了捶眼睫 下定决心似的 忽然又转移了话题 过两天有场商业晚宴 我缺个女伴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我本来是不愿意的 顾允程的攻略值就差一点了 先搞定顾允程完成任务 之后再把他甩了 明显是最划算的买卖 但顾允程这次 竟然出国了 我自然就不能再错过楚修这个备胎 晚宴当天 我早早刚做完装造 订的礼服也到了 小姐 好久不见 我没想到 来送衣服的人竟然是许义 她戴着白手套 细致妥贴地将礼服放到我的桌前 您试试有没有哪里不合身 需要的话 楼下还有三套备用的礼服 我不自在地劝说 下次这种小事 让别人跑腿就行了 许义抬头 又笑出咪咪眼 能和小姐见面的机会 我不想让给别人 我把她赶出门 开始换衣服 偏偏裙子的后背是绑带设计 要调节每个间隙的松紧度 又要绑出蝴蝶结 手残档完全无法自理 我背对着镜子搞了半天 搞得心浮气躁 只能揪着后背的袋子走去开门 化妆师 只剩许义站在门前 我刚开口 她便笑着打断了我的话 小姐 我来帮您吧 不等我反应 她已经自然地走进屋 绕到我身后 手套的皮革质感触上肌肤 我瞬间缩回手 怒到许义 小姐 您轻点叫 许义自后微微俯身 说话的鼻息喷洒在我的颈侧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看见您的婚约对象了 她好像要来找你 可能现在已经站在门外了 她便说 手下动作不停 绑带的尾端划过裸露的脊背 激起站立的仰溢 更仰的是耳朵 许义正闷着笑语 在我的耳边问 您也不想被她听见吧 她刚说完 屋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唐县 你好了吗 楚修的声音刚落下 许义的指尖又不安分地寡蹭到了我的脊背 像是无声的挑衅 我挑眉冷笑一声 当即对着门把伸出手 屋门瞬间大场 许义下意识往后拉开距离 就和屋外神情微妙的楚修来了个四目相对 里外两个男人同时陷入僵制 只有我像个没事人 不好意思啊 裙子的袋子还没绑好 沉默了一会儿的楚修 要我帮忙吗 手上突然按了加速器的许义小姐 我弄好了 我瞟了眼后背 随口抱怨道 这不挺快吗 怎么刚刚这么磨蹭 许义无言以对 还想占我便宜 哼 想得没 我无视一脸委屈的许义 跟着楚修出了门 一路沉默 快到达晚宴现场的时候 楚修忽然开口 今晚的宴会 唐家也有出席 我约了人谈合作 不能陪你 你如果有事就打我电话 顿了顿 他又补充你和父母打完招呼后 如果累了 可以让司机先送你回去 这种场合 他就算不陪我 我们一起出场的消息落入长辈眼中 也是一种特殊寓意 所以他根本不缺女伴 只是特意在唐家面前替我撑腰 我微微惊讶 很快又接受良好 上位者的同情不等于爱情 还是别多想得好 我跟着楚修进了宴会厅 刚收获一众神色各异的打量 脑海里忽然响起系统的提示 宿主 女主要出场了 女主要出场了 我经了经 下意识看向楚修 书里的开头 身为十八线胡咖的女主和霸总男主同时在宴会上被人下了药 还一起滚了床单 自此开启了两人的故事 也因为这件事 楚修才会坚定退了唐家的婚约 没想到开头的宴会就是今天这场啊 怎么了 楚修困惑出声 我回神 下意识离他远了一点 他神情危正 刚张开嘴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晚宴的主人喊了过去 临走之前 他还不放心地叮嘱了我一句 有事就找我 你还是担心自己有没有事吧 我对着他的背影直摇头 系统似乎也正乐呵呵地晃脑袋 宿主 等男主被吓了药我就和你说 我一边在现场找女主角 一边纳闷 和我说做什么 系统兴奋 当然是让你去截胡了 送上门的帅哥不睡白不睡 人家没有送上门 我想纠正 但想到这系统的属性 索性闭上了嘴 干脆不理他 找了一圈 没看到女主角 倒是在角落位置看到了我血缘上的父亲 他正和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相谈甚欢 笑得眼角都起褶子了 我正要走过去 却在看清那男人的脸时猛地僵在原地 他就是唐家为我找的下一个未来老公 倒是没有六十岁 但也年近五十 在圈里出了名的 癖好特殊 想起那些我觉醒时看到的上一世的画面 我的牙根颤了颤 唐县 你怎么来了 继母突然出现 看到我眼睛一亮 来得正好 我给你介绍 察觉他想带我走到角落那边 我下意识避开了他的触碰 继母皱眉 当即不瞒你 不好意思 他有约了 有人自后揽上我的肩 语气自然地打断了他的话 看见衣冠楚楚的许义 我嘴角抽了抽 他以为他戴着个金丝眼镜 唐家人就认不出他了 你是 你们什么关系 听见继母惊讶质问的声音 我漠然 是了 三年前 许义就成了我的私人管家 而我的身边有些什么人 唐家从来不在乎 他们只关心我这个联姻工具 到底能卖出多少价钱 我的眉眼更冷了几分 许义似乎察觉 与你无关 他冷冰冰回了一句 便揽着我的肩往远处走 我余光看了看站在原地气急败坏 还只能隐忍的继母 嘴角微微弯起 就这点出息 头顶响起许义恨铁不成钢的窥探 大小姐 您的脾气呢 我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没办法 我窝里横呗 许义猛地停住脚步 用一双闪着幽光的眼睛盯住我 我瞬间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转移话题 你怎么会在这里 许义收回目光 带着我继续朝无人处走 等走到酒店阳台 他才回答 您需要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您看得到的地方 是吗 那你看到刚刚站在我爸旁边的那个男人了吗 我看着不远处的人公胡 用玩笑轻飘的语气 我需要你让他死 你能做到吗 能 我侧头看向许义 才发现他离我十分近 近得鼻息交缠 透过夜色中 他那双更显深邃的眼睛 我仿佛看见了书里的那个许义 我被唐家送给老头后 是许义找了刀上的人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救了出来 他确实让那个变态老头死了 如果就出来后 他没有把我囚禁在古堡 如果我的攻略对象是许义 我思绪发散了不过一瞬 在回神时 许义的手已经俯伤了我的后脑 小姐 他哑着声靠近 千军一发之际 阳台门口传来一道怒声质问 你们在干什么 消失了两天的顾允城突然出现 他看起来风尘仆仆 眼睛还带着红血丝 堂堂 我不是让你等我吗 他走过来 捶着眼皮看我 莫名委屈 我没休息 一路赶着回来 刚下飞机就给你打了电话 你怎么都不接 我这两天出国都和我爸妈说好了 他们已经同意了我们结婚的事 他又瞟了眼许义 语气带上敌意 以后有我护着你 你不用再和不三不四的人牵扯不清 结婚 我猛 许义先气笑了 他皮笑肉不笑地看向顾允城 顾先生 你是没装GPS吗 这么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谁能受得了许义的阴阳怪气 何况是顾允城这个暴脾气 我跟堂堂两个人的事 轮得到你插嘴吗 那是轮不到我呀 两个人的婚事都被你单方面同意了 谁能插得了你呀 你 我真看两个男人互扯头花看得开心 冷不防顾允城被气地扭过头 红着眼向我求助 堂堂 你说 你是要和我重新开始的 对吗 许义紧跟着把目光落了过来 小姐 您说 您真的要嫁给这样的蠢人吗 我头皮发麻 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迟疑了几秒 顾允城慢慢冷下脸 不敢置信地咬牙道 唐县 你又耍我 他看起来快被气哭了 最重要的是 顾允城的攻略值只差一点了 我应该要先安抚他 我刚这么想 脑海里突兀传来系统的尖锐报名 凶什么 他凶什么凶 别的对象都没说什么 就他是多 换人换人 一阵不妙的预感上涌 叮 熟悉的提示音响起 绑定新的攻略对象许义 场面僵持 顾允城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许义的眼神也越来越忧深 我正一个头两个大 忽听走廊里传来一道交集的话 唐小姐 唐县小姐 犹如救星降临 我盲寻着声音溜了出去 楚修的助理跑了过来 急得满头大汗 唐小姐 老板那里出了点状况 急需您过去一趟 他在哪 在酒店房间 这是房卡 我接过房卡 刚急急朝外走了两步 突然觉出不对劲 身后跟出来的顾允城正在问楚修怎么了 我去看看 许义瞎凑热闹 也跟着说我也去看看 助理瞬间表情诡异 拦住两人 你们不能去 顾允城早就暴躁 一把推开助理 别磨叽 这家酒店是顾家旗下的 有什么状况我更好处理 助理拦不住人 停在原地急忙打起电话 顾允城两人跟着我快步走进电梯 我捏着酒店套房的房卡 脑海里在疯狂拷问系统 楚修不会已经被药了吧 是的是的 宿主快冲呀 我的眼角抽了抽你没看到电梯里还有别人吗 看到了呀 三人行 我已经准备好了 系统完全不掩饰兴 宿主放心 我会给你开金手指的 全世界最大的金手指 我不接查 只问女主呢 楚修让人送去医院了 楚修让人送女主去了医院 那她自己怎么不去 我停在房间门口 看了眼身后还一无所知的顾允城和许易 我咬了咬牙 刷开了房门 房间一片黑暗 几乎是门开的瞬间 我的手腕就被一只滚烫的手掌拽住了 眼前一晃 我的后背抵住墙 身前附下一道滚烫的躯体 楚修压抑的粗喘拂过耳畔 她的声音音哑哑满是玉气 唐线 一只手堪堪落在我的腰侧 啪的一声 屋内灯光大亮 楚修顿住动作 眼里瞬间完全清明 她猛地抬头、扭头、看向门口 看见了满脸铁青的顾允城 杀气森森地开口 你需要冷水 我帮你加冰 看见了面无表情的许易 眯着眼 你需要医生 我帮你打 楚修 谢谢 已经尾了 顾允城和许易留在了楚修的房间里 他们以担心为名 坚持要留下来陪楚修看完医生 确保他恢复健康 我乐见其成 趁着他们互相僵持 脚底抹油 火速溜了 啊 宿主啊这么好的机会 你别走啊 见我走得头也不回 系统痛心疾首 好可惜啊 太可惜了 我假装不知道她在可惜什么 急匆匆跑回了自己的单身公寓 连夜就开始收拾行李 我有预感 抓马的一晚是落幕了 但我抓马的一生 可能才刚刚要开始 我决定明天就跑路 只是 我没想到 我刚睡下没多久 天才猛猛亮 屋门就被敲响了 门口站着眯眼微笑的许易 小姐 您昨晚睡得还好吗 还有突然长嘴的顾允成 堂堂 我们重新开始吧 以及满脸疲惫的处修 唐线 我们谈谈 还有一个幸灾乐祸的系统 好爷 鱼都吊上来撸 你选一个完成任务就好了 活爹 我还有命选吗 后悔 要问我的感受 那就是后悔 后悔自己跑晚了 我轻轻吸了口气 对着三人露齿一笑 我正好有话要和你们说 我先点了许易的名字 无视另外两个人失落的表情 我把她拽进了屋子 屋门闭合 我开口第一句就是 我要出国一段时间 小姐 我抬手指住她的话 深深地望着她 许易 只有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许易争了好一会儿 小姐 永远为您效劳 她在我的手背前程落下一吻 弯着唇离开了 我又把顾允成拉进屋子 同样地开场白 你不许走 顾允成刚急躁地开口 我便哀伤地叹了口气 打断她 顾允成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阻碍 从来都不是我 顾允成眉头拧紧 很快又松开 她笃定道 没有人能阻碍我们 顾允成也离开了 我没把楚修拉进屋 我就以着房门 挑眉看她一眼 戏谑道 你跟他们两个人不一样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你放心 我马上就出国了 我们的婚约自动作废 甚至不给楚修开口的机会 我说完就把门关了 系统经营不定宿主 你这是在做什么 在准备出国啊 不是宿主 你真的要出国 见我点头 系统声音陡然拔高 你怎么能出国 你的攻略还没成功呢 你不完成任务了吗 不用完成了 我从行李箱中抬起头 笑了一笑 我从来就没把任务当回事啊 我早就发现了系统的不对劲 它的导向充斥着歪风邪气 还总是在我攻略的上升期 频繁更换我的任务对象 很明显 他的真正任务不是一对一攻略 而我所作所为 不过将计就计 腿抽筋是我装的 暧昧照是我顺势而为 晚礼服是我故意绑不上 许一会替我除掉那个老头 顾允成会帮我摆脱唐家 至于楚修 对待像他那样的聪明人 欲擒故纵 才能赢 我从来没想靠系统的任务奖励 来逃离既定结局 我知道自己除了画画 什么都不会 凭自己根本斗不过唐家这个庞然大物 所以我只能利用那三个男人了 利用他们的好感 助我奔向自由 可是 可是 任务怎么办 系统急得这儿挠塞 我的任务怎么办啊 我已经登上了出国的飞机 文言好奇道 你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我们攻略组 其实还细分成了两个组别 两个组的区别 粗暴地讲 就是睡多少个男人的问题 我这次太着急 投错了世界 系统支支吾吾 进而哀嚎我其实是花式祖的 我不慎意外地勾了勾唇 系统酷唧唧任务完不成的话 我就要逗留在这个世界 再也回不去了乌乌 你想完成任务的话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我看着窗外湛蓝的天际线 不怀好意地笑了声 你可以让他们来攻略我呀 系统惊讶你放得开吗 我歪了歪头 没说话 拜托 我是恶毒女配